我们持续的来追踪的就是在论文的争议 也就是在桃园市长郑文灿他2号的时候 被爆出了台大的硕士论文有严重的抄袭 而他面对媒体的询问 他其实神色是相当的凝重 只回了两个字好好就赶快转头就走了 2号的傍晚他却发声明证实了 他在2011年的台大国发所的在职专班硕士论文 经台大认定抄袭 并且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 但是这也让瑞云的人士就相当忧心了 大家不要忘记九合一 民进党在选举当中的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的论文们 就重创了他们的选举 所以现在看起来郑文灿又面临到了 他的硕士学位被撤销 这一连串都是跟论文们息息相关的 而有人就建议党中央应该要全面的检讨 党公职的论文 并且出面的道歉止血 否则就会变成民进党在2024总统大选的破口 只是九合一惨败之后 现在大家就在讲说 谁非常有机会来接绿营的党主席 党魁的人选会是谁呢 其实呼声最高之一的 就包含郑文灿在内 但是他昨天因为硕士论文抄袭 而被撤销了学位 这个形同是全党二度的重伤 大家就在思考说后蔡英文时代 服务党高层的布局会不会产生变数 而目前郑文灿 他还是扛着败选检讨小组的召集人 可是党主席恐怕就会因为这次的论文 抄袭以及撤销学位的事件而告终了 布局会不会再度回到原点 现在有党内的人士普遍的认为 这件事的冲击真的很大 但是除了检讨当事人之外 指导教授难道都没有任何的责任吗 毕竟我们知道林志坚 还有在郑文灿的部分 他们的硕士指导教授 同一个人都是谁呢 都是国安局长陈明通 虽然他每次都在立法院说 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但是这样就能谢责吗 所以立委马文君就痛批说 国安局长对于品德的要求 应该是要非常高 非常高标准的 那现在他的学生 指导的学生 论文抄袭是接二连三的发生 那陈局长应该最了解 陈教授做过什么事啊 是不是应该之所进退呢 还要来了解这一则报导 我们看到的是 据观察者网的报导 美国检方当地时间一号 是正式请求法院 不回对孟晚舟的银行欺诈等罪名的指控 报导就形容了 这意味着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的阶段 已经划上了句号 其实在去年9月 各方持续了1000多天的斡旋之下 孟晚舟跟美国的司法部 达成了还起诉的协议 之后顺利的返回中国大陆 而这一个协议的条款是 他不会被美国进一步的起诉 而美方的指控也在12月1号正式的撤销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后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了 好 好 我们在这里